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我是您的云顶上分助手PewPew猫 我每周会根据全球玩家游戏的大数据 为您汇报最新、最易上手、吃分率最高的上分阵容 今天,我首先为您统计了9月22日平均胜率和吃击率都比较高的几套阵容 上周,我已经为您介绍了两套14.18B版本、吃分率最高的两套阵容 根据北京时间9月22日凌晨3点的统计数据 目前版本全球玩家吃分率最高的阵容为 王室首位五花仙子的洛加卡利斯塔的9人口阵容 目前吃分率84.89% 七花仙成型后吃击率比五花仙略高一些 但是不好成型 学者加复苏者的瑞兹阵容目前吃分率84.55% 成型后吃击率30.54% 另外,之前推荐的幻形师加龙族阵容 成型后的平均吃击率为35.43% 是目前版本吃击率最高的阵容 很多小伙伴说 这些上分的大热门阵容同行太多 有时候刷不到一子 中期容易锁不住血 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一套以卡尔玛为核心的阵容 目前在所有以卡尔玛为核心的阵容中 成型后平均胜利最高的是 时间学派加复苏者的卡尔玛9人口阵容 但是这套阵容需要一个目前版本无法合成的时间学派文章 所以今天还是为您推荐一套更稳定的诅咒女巫加卡尔玛的阵容 根据北京时间 9月21日凌晨3点至9月22日凌晨3点 24小时内全球玩家约314万场云顶之一游戏统计的结果 这套阵容成型后的吃击率为32.13% 前4名的比例为80.16% 这套阵容最终成型后 由波比 佐伊 卡西奥佩亚 基兰 妮口 菲奥娜 卡尔玛 洛 莫甘娜 组成6诅咒女巫 三复苏者 二术史 二时间学派的9人口阵容 在9月12日14.18版本更新之后 4诅咒女巫的效果变更为 诅咒女巫的技能对被诅咒的敌人造成每秒4%最大生命值的魔法伤害 而卡尔玛的技能会攻击最近的敌人和未受到他技能影响的敌人 利用卡尔玛技能的特性给卡尔玛一个诅咒女巫转值 可以非常快速地传播诅咒女巫的诅咒 一诅强度变更方面 这套阵容中落的基础护盾量加强了 而且释放技能的最大揽量也降低了 这让她的生存能力更强了 妮口的自我恢复血量的计算公式被修改了 削弱了她在唤醒师阵容中的自我恢复血量 提高了她在其他阵容中的自我恢复血量恢复 卡西奥佩亚的最大篮量降低到了30点 技能伤害加强了 不过她的攻速被削弱了 另外三星基篮的技能伤害也被削弱了 不过这些削弱对这套阵容的影响不大 这套阵容中主C是卡尔玛 负C是菲奥娜和莫甘娜 洛和妮口都是目前版本比较热门的前排 所以谁能更快二星就用谁当主坦 都不能二星的话 三星波比也可以当主坦 装备方面 卡尔玛的装备推荐 诅咒女巫转职 蓝buff 莫雷洛蜜点 其他装备被选 菲奥娜的装备推荐 银血剑 斯特拉克的挑战护手 泰坦的坚决 其他装备被选 顺便一提 泰坦的坚决在14.18版本被稍微加强了 现在每层提供两点法术强度 莫甘娜的装备推荐 银血剑 离子火花 免卫 其他装备被选 前排的装备推荐 石像鬼石板甲 黄图铠甲 其他装备根据情况被选 这套阵容需要给卡尔玛一个诅咒女巫的转值 不仅可以加速诅咒女巫的诅咒传播速度 也可以在没有拿到莫甘娜时更早地激活六祖宗女巫的羁绊 强化符文优先推荐 祖宗女巫之灰 魔药201 祖宗女巫之灭 潘朵拉的装备 这套阵容前中期运营非常简单平稳 总体思路是前中期不要花太多钱去地牌 我们更需要尽快攒金币和平稳升级 在这里我为您推荐一套通用的运营思路 但是实际对局情况比较复杂 还需要您自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运营策略和站位 在四级时 用莫莉亚 波比 佐伊 阿里 组成两堡垒威士 两祖宗女巫 两学者的阵容 前期可以把前排的装备给莫莉亚 把卡尔玛的装备给阿里 后期直接卖掉莫莉亚和阿里拿装备就好了 在2-5阶段上5级 并保证有10个以上的金币 到了5级上一个卡西奥佩亚 在3-2阶段上6级并保证有20个以上的金币 到了6级再上一个妮口 激活四祖宗女巫的羁板 在3-7阶段左右上7级并保证有40个以上的金币 到了7级最好可以拿到一个卡尔玛换掉阿里 再上一个基兰 此时用莉莉亚 波比 佐伊 卡销佩亚 基兰 妮口 卡尔玛 组成四祖宗女巫 二堡垒卫士 二时间学派 二术士的七人口阵容 到了8级开始地派 同时在生存压力不大时尽量保证经济 在这个阶段 用洛换下莉莉亚 再上一个菲奥娜 如果卡尔玛有祖宗女巫转值 此时可以激活6祖宗女巫击败 到了5-5阶段以后 我们尽可能升9级 并保证至少有20个金币 到了9级上一个莫甘娜 最终用波比 左伊 卡销佩亚 基兰 妮口 卡尔玛 费奥娜 洛 莫甘娜 凑成6祖宗女巫 三复苏者 二时间学派 二术士的阵容 如果你有两个祖宗女巫转值 也可以激活8祖宗女巫羁绊 如果你有足够的金币 也可以上10级 上10级后 可以上一个巴德激活4复苏者的羁绊 或者上一个戴安娜 激活2堡垒卫士的羁绊 最后一图留 给需要的小伙伴截图保存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为我点赞投币加关注哦 最后祝您上风愉快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